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看起來是一個工廠的樣子 是,這個在照片當中出現的就是 中間那一位就是林院長,剛剛我提到林院長 他們在一個白木耳的溫室裡面培育出來的 那其實白木耳它其實它是非常嬌嫩的 它是菌中之冠,它的多糖體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非常容易感染那個黴菌和細菌 那如果有些不良的商人,他們基本上在它生產過程當中就會放了很多的殺菌劑 甚至在最後採收的時候呢,加了二氧化硫可以讓它保存的期限更長 那當然這樣賣相更差,更壞的商人就會把它加上了漂白 就是雙洋水把它漂白 所以我們第一次生鮮白木耳出來的時候呢 很多人說,哇,你們這個怎麼漂白,漂成這麼白啊 我心中在想說,其實這才是真正的白木耳 但是很多朋友不以為我們是漂白的 那一般我們都會告訴對方說,怎麼去分辨好的白木耳和不好的白木耳 應該是說,很多人泡水之後呢,你會可以看到根部當中發現很多黃色的那些硫化物會附著在上面 而且你靠近紋的時候呢,你會發現有一些腥臭味 這些都是他們在培育過程當中,放了很多比較不當的淺加物 讓這個本來非常好的白木耳呢,它的營養也有所影響 那真正生鮮的白木耳,它的形狀和樣子呢,其實包括有淡淡的清香 這是很獨特的 那我們在那個,市面上有一個教授,台灣有一個教授,陳教授有在介紹 白木耳好過燕窩,它就是從學理上的各種研究 知道說原來白木耳的各種營養是比一般所認知的燕窩還好 因為它對燕窩的認知就是,它是一個非常緊急的保養的聖品 但是實際上,不用花那麼多的錢,白木耳有相當的功效 是,好,可以介紹一下您的產品嗎? 其實我們產品都是以白木耳為基底 我們就用比較現代的做法 我們有腰果山藥,還有紅棗啦,藝人口味啦 那其實大家對白木耳傳統的用法就是,好像只有莲子加紅棗加冰糖 但是其實白木耳它是非常豐富的,它可以搭配 對,像我們呢,像這個就是腰果口味 腰果加上白木耳,最後熬煮成的,加冰糖熬煮成的飲品 那這種飲品就很適合平常啦,可以來當成保養身體又可以解渴的東西 那我們對於我們的產品就是,盡可能在三天內把它喝完 是因為我們希望讓大家有一個觀念,新鮮的東西是有期限的 包括也讓大家鼓勵大家去買新鮮的東西 自己拿回去,健康是要靠自己來治療的東西 是,是,那可以介紹一下您店裡面的這些東西嗎 那其實我們這裡,店裡上還有各式各樣的口味 那因為有很多朋友他們在上班的時候呢,他們往往中午有需要當甜點 或是有些人甚至把它當成代餐 那我們就做成很像藝人口味的,他呢,就很受有心的歡迎 那我們還有玫瑰口味的,但是以前都賣完了 那我們每天出產的數量都是有限的,我們都是當日賣完 然後呢,當日賣完就把它,就鼓勵大家用新鮮貨 那我們這裡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應該是首創的,就是白木耳做的果醬 那果醬,白木耳呢,它本身就有一種膠原蛋白 那種膠原蛋白呢,我們把它放在,種膠原蛋白呢,把它當成果醬的黏合劑 取代那個洋菜或罕見,它的風味是更加的濃稠和非常的細膩,更好棒 我看到你這個店裡面呢,有好多這個,上面有綠豆,紅豆,這個是調配 但是我們就是強調就是說,我們有一些原料,有紅豆湯 我們有紅豆湯,然後再加上白木耳 也就是和大家講說,我們這種新鮮的東西都可以和白木耳做出來的 而且我們沒有任何藉甲外來的一些不藉甲的藉甲物 是,我看到你的水要用呢,什麼什麼好水呀 好,我們都用比較好的,我們用能量水 用能量水來做 對,包括我們自閉機也是用愛惠福的水器 因為我們想說,也許我們是過去在這種產業,高科技的產業 你知道說,其實用好的原料,它創造出來的產品的品質是絕對不同的 了解 好,你這個店的這個窗簧也是非常的典雅 看起來非常高級 這是你們自己設計的嗎? 其實是大家很多朋友腦力激盪的 因為我們在想說,如果我們要做一個養生店 又不能,怎麼讓大家在一個舒服溫馨的環境下 怎麼和白木耳這個印象有所連結 那,就是應該是一家小店的,溫馨的小店 是是是,好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貴這個飲品店 非常高興,謝謝 謝謝你們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 謝謝